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数九五龙山 入云龙兵为白骨岭 话说宋镇里破乔道清妖术的那个先生正是入云龙公孙圣 他在卫州接了宋新峰将领 及同王英 张青 谢真谢宝 星夜赶到军前 入寨参见宋先锋 恰欲乔道清 惩弄妖法 战败繁瑞 那日是二月初八日 甘之是雾武 雾属土 当下 公孙圣就请天干神将 刻破那人鬼水 扫荡腰分 献出青天白日 宋江公孙圣两记马同道阵前 看见乔道清修残满面 领军马望南便走 公孙圣对宋江道 乔道清法败奔走 若放他进城 便身根故地 兄长急忙传令 叫徐宁索抄领兵五千 从东路抄至南门 决住去路 王英孙心领兵五千 迟往西门截住 如玉乔道清兵败到来 只劫他进城的路 不必与他厮杀 宋江一记传令 分拨众将 尊令去了 此时务是四排十分 宋江同公孙圣 统领林冲张清 汤龙李云 护三娘顾大嫂七个头领 军马二万赶杀前来 北将雷阵等保护桥道清 且战且走 前面又有军马到来 却是孙奇聂心领兵接应 合兵一处 刚到五龙山寨 听得后面宋兵 明罗雷鼓 喊沙连天 飞赶上来 孙奇道 国师入寨驻扎 带孙某等 与他决议四战 乔道清在众将面前夸了口 况且自来刑法 不曾遇着对手 今被宋兵追破 十分羞怒 便对孙奇道 你们且退后 带我上前拒敌 即便乐兵列阵 义马当先 雷阵等将簇拥左右 乔道清高叫 水挖草寇 焉得这般欺负人 俺在与你绝个胜败 原来乔道清 生长惊圆 是极西北地面 与山东道路遥远 不知宋江等众兄弟详细 当下 宋镇里把其左招右斩一起一幅 列成阵式 两阵相对 吹动画脚 战鼓其名 南阵里黄旗磨洞 门旗开处 两计马出阵 中间马上坐着山东忽宝义及时与宋公明 左手马上坐的是入云龙 公孙一清 手中仗剑指着乔道清说道 你那学术都是外道 不闻正法 快下马归顺 乔道清仔细看时 正是那破法的先生 但见 兴官传玉 贺长旅金 九宫衣服灿云霞 六甲风雷藏宝绝 腰际杂色彩思涛 手杖松纹古定剑 穿一双云缝赤巢靴 骑一匹黄宗昂首马 八字神眉姓子眼 一步眼口落塞须 当下 乔道清对公孙圣道 今日偶尔刑法不灵 我如何便降服你 公孙圣道 你还敢逞弄那鸟树吗 乔道清贺道 你也小去鞍 再看鞍的法 乔道清 抖擞精神 口中念念有词 把手往费针一召 只见费针手中直的那条点钢枪 却似被人劈手一夺的呼得离了手 如藤蛇般飞起 往公孙圣刺来 公孙圣把剑往秦明一指 那条狼牙棒早离了手 迎着钢枪 一往一来 昨风般在空中相斗 两军低声喝彩 猛可低一声响 两军发喊 空中狼牙棍把枪打落下来 东的一声 倒插在北军战谷上 把战谷说破 那丝战谷的军事 吓得面如土色 那条狼牙棍 依然附在秦明手中 恰似不曾离手一般 宋军笑得眼花霉缝 公孙圣喝道 你在大将面前弄斧 乔道卿又捏绝念咒 把手望北一招 喝声道 急 只见北军寨后五龙山凹里 呼得一片黑云飞起 云中现出一条黑龙 张林鼓猎飞向前来 公孙圣哈哈大笑 把手也望五龙山一招 只见五龙山凹里 如飞电般撤出一条黄龙 半云半雾迎住黑龙 空中相斗 乔道卿又叫 青龙快来 只见山顶上才飞出一条青龙 随后又有白龙飞出 赶上前迎住 两军看得目瞪口呆 乔道卿仗剑大叫 赤龙快出帮助 须 山凹里又腾出一条赤龙飞舞前来 五条龙向空中乱舞 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 互生互克 脚作一团 狂风大起 两阵里捧齐的军士被风卷动 一边颠翻了数十个 公孙圣左手仗剑 右手把竹尾望空一掷 那竹尾在空中打个滚 化成红雁般一只鸟飞起去 须于 见高见大 扶摇而上 直到九霄空里 化成个大棚 异若垂天之云 望着那五条龙扑击下来 只听得呱啦啦的响 却似青天里打个霹雳 把那五条龙扑打得临散驾飘 原来 五龙山有段灵异 山中常有五色云线 龙神托梦居民 因此起见庙宇 中间供个龙王牌位 又按五方 素成青黄赤黑白五条龙 按方向 盘旋鱼柱 都是泥塑金庄彩化旧的 当下被二人用法欠来相斗 被公孙盛用主尾化成大棚 将五条尼龙搏击地粉碎 往北军头上乱纷纷打僵下来 北军发喊 躲避不迭 被那年久干硬的泥块打得脸破夹穿 鲜血泵流 当时打伤二百余人 军中乱窜 乔道青束手无束 不能解救 半空里落下个黄泥龙尾 把乔道青劈头一打 险心将头打破 把个道官打瘪 公孙盛把手一招 大棚既然不见 主尾仍归手中 乔道青在要使妖术时 被公孙盛运用五雷正法的神通 头上献出一尊金甲神人 大贺 乔列下马受负 乔道青口中喃喃呢呢的念咒 并无一毫灵验 慌得乔道青举手无措 拍马往本镇便走 临冲纵马捏毛赶来 大贺 摇到修走 北镇里尼林 提刀月马接驻 雷阵骤马挺挤驻战 这里汤龙飞马 使铁刮锤驾驻 两军谍声呐喊 四元将两对在镇前厮杀 尼林与林冲斗过二十余河 不分胜败 林冲去个破绽 一毛硕中马腿 那马便倒 把尼林颠翻下来 被林冲 向心窝磕叉的一枪硕死 雷阵正与汤龙站到憨处 捡尼林落马 迈个破绽 拨马便走 被汤龙赶上 把铁瓜锤罩顶门一下 连窥带头打碎 死于马下 宋江将鞭烧一旨 张青 李云 护三娘 顾大嫂 一旗冲杀过来 北军大乱 四散乱窜逃生 杀死者慎重 孙琦 聂心 费真削灿 保护桥道清 弃了五龙山寨 领兵遇尽昭德 转过山坡 离城尚有六七里 只听得前面战鼓喧天 喊声大震 东守小鹿撞出一标兵来 当先二将 乃是金枪手徐宁及先锋所超 两军卫及交锋 昭德城内建城外厮杀 守将戴美翁归领兵五千 开南门出城接应 徐宁所超分头聚敌 所超分兵二千向北底敌 戴美当先 与所超斗石于河 被所超毁金战府砍为两断 翁规及领兵入城 所超追杀上去 杀死北军一百余人 只赶至南门城下 翁规兵马已是进城去了 急夜起吊桥 紧闭城门 城上雷幕炮石 如雨般打江下来 所超只得毁兵 再说 徐宁领兵三千 拦住北军去路 北军虽是折了一阵 此时尚有二万余人 孙奇聂心二将 敌住徐宁兵马 费真削灿 无心恋战 领五千兵马 保护桥道清 投西奔走 这里徐宁力敌孙奇聂心二将 被北军围果上来 正是寡不敌众 看看围在该心 却得所超宋江南北两路兵兜道 孙奇聂心当不得三面攻击 聂心被徐宁一金枪刺中左臂 坠于马下 被人马践踏如泥 孙奇夺路要走 被张青赶上 手起一枪 朔中后心 撞下马来 北军大败窥输 三万军马杀死大半 杀得失衡遍野流血成河 气下筋骨齐带 盔甲马匹无数 其余兵马四散逃走去了 宋江公孙盛 林冲张青 汤龙李云 护三娘 顾大嫂 与徐宁所超合兵一处 共是二万五千 闻乔道青 同费真削灿 领五千兵马望西逃顿 与上前追赶 此时已是身排时分 兵马熬战一日 饥饿困疲 宋先锋正欲收拾回寨时夕 呼报军师无用 只宋先锋等兵马熬战多时 特令樊瑞善庭规 魏定国 整点兵马一万 准备火把火炬前来接应 宋先锋大喜 公孙盛道 既有这只军马 兄长同众头领回寨时夕 小弟同凡善卫三位头领 领兵追赶乔道青 无要降服那斯 宋将道 来贤帝神功 解救灾恶 贤帝远来劳顿 同回大寨歇息聊 明日却在理会 乔道青这斯 法破济穷 料无他余 公孙盛道 兄长有所不知 本是罗真人常对小弟说 京元有个乔列 他有道骨曾来访道 我暂且聚他 因他摩心郑重 亦是下屠生灵造恶 杀运未中 他后来摩心渐退 机缘到来 欲得而服 恰有机缘欲辱 如可点化他 后来亦得了物玄威 日后亦有用着他处 小弟在卫州尊令前来 鱼路问妖人来历 张将军说 降降耿公知他背戏 倒是乔道青及京县乔列 是才见他的法 与小弟比肩相似 小弟确得本是罗真人 传授五雷正法 所以破得他的法 此诚叫做昭德 合了本师欲得魔祥的法语 若放他逃顿 唐此人堕现魔障 优为本师法旨 此机会不可错过 小弟即刻就领兵追赶 相机降服他 执意习话 说得宋将心胸豁然 称谢不已 当时同众将统领军马 回营时夕 公孙圣同梵瑞善庭规 未定国 统领一万军马 追赶桥道青不提 再说乔道青 同费真薛灿 领拜残兵马五千 奔窜到昭德城西 欲从西门进城 猛听得骨脚齐鸣 前面密林后 飞出一标军来 当心二将 乃是矮脚虎王英 小玉池孙心 领兵五千 排开阵势 截住去路 费真薛灿 敌死冲突 孙心王英 奉公孙一卿的令 只不容他进城 却不来赶杀 让他望北去了 城中之乔道青 数炯 大败亏书 送兵势大 唯恐城池有失 紧紧地闭了城门 哪里敢出来接应 无疑时 孙心王英 见公孙盛同 梵瑞 善庭规 魏定国 领兵飞赶上来 公孙盛道 两位头领 且到大寨时期 带贫道自去赶他 孙心王英 依令回债 此时已是 有排时分 却说 乔道青同 费真薛灿 领败残兵 急急如丧家之狗 茫茫似漏网之鱼 望北奔驰 公孙盛童 公孙盛同 梵瑞 善庭规 魏定国 领兵一万 随后 紧紧追赶 公孙盛高叫道 乔道青 快下马祥顺 修得执迷 乔道青在前面 马上高声答道 忍各位其主 你何故逼我太甚 此时天色以目 宋兵点燃火炬火把 火光照耀如白昼一般 乔道青回顾左右 只有费真薛灿 及三十余计 其余人马 已四散逃窜去了 乔道青 与拔剑自吻 费真慌忙夺住道 国师不必如此 用手向前面一座山指道 此岭可以藏匿 乔道青既穷历劫 随同二将持入山陵 原来昭德城东北 有座白骨陵 相传神农藏白骨处 山中有座神农庙 乔道青同废靴二将 屯扎神农庙中 手下只有十五六计 只因公孙圣要降服他 所以容他顿入岭中 不然 宋兵赶上 就是一万个乔道青也杀了 话不续凡 却说公孙圣之乔道青 入白骨岭 即将兵马分四路 扎立迎寨 将白骨岭四面围住 只二更十分 忽见东西两路火光大起 却是送先锋回寨 赴令临冲张青 各领兵五千 连夜哨探到来 与公孙圣和兵一处 共使二万人马 分头扎寨 围困桥道青 不提 且说宋将次日 探知桥道青 被公孙圣等 将兵马围困于白骨岭 给予吴学鲠 记忆攻城 传令大兵拔寨起营 到昭德城下 宋将分拨降左到昭德 围德水泄不通 城中守将夜升等 坚守城池 宋兵一连攻打二日 城上不破 宋将在城南寨中 简攻城不下 十分忧闷 李逵等背线 不知性命如何 不觉潸然泪下 军师无用劝道 兄长不必烦闷 只消有几张纸 此成唾手可得 宋将盲问道 军师有何良策 当下吴学鲠不慌不忙 敌起两个指头 说出这条记来 幽分教 兵不血刃孤城破 将士投歌百姓安 毕竟吴学鲠说出什么来 且听下回分解 对 说出卡了 是 感谢观看